大家好,我是游子 今天一早起来 包了差不多130块肥皂 周末要来拿 然后上次做的 baby养奶皂吧 都没了 我赶紧又做了一批 然后这次 我做的比较多 做了两大盒 这是这块养奶皂的配方 前几天我就做了一批 这个养奶的冰块 是用养奶粉 跟蒸馏水 搅拌匀了以后 放到冰戈里 让它冰了一个晚上 为什么我不用鲜奶来做呢 因为鲜奶不太好收藏 奶粉吧 它要两年才能过期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养奶粉来做的 现在调好了以后 放到冰戈里 把它冰成冰块 上次做了这么一盒冰盒 还多下来三块 今天把它做掉它 现在我撑茧 这个我准备 是拿了三块这个羊奶吧 已经差不多 开始融化了 现在慢慢的加入茧 让它混合 不要一下子加进去 因为会太热 既然是慢慢加的 它还是你看 有一点发黄 但是没有关系的 等它做好了晾干了 还是奶白色的 在慢慢化冰的这个时候 一定要小心 就是戴好口罩 不要让这个气味 进入你的呼吸道 我的咳嗽一直不好 也是因为这个做肥皂 它对我的鼻咽膜有刺激嘛 所以一直鼻涕倒流 所以我现在肥皂已经做得很少了 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的客人 跟很好的朋友 还有就是给家人做的 减和水都混合好以后 我们现在来称固体油 就是椰子油 跟棕榈油 称完这些固体油吧 因为是冬天嘛 我就放在微波炉里面 给它转个大概30秒 让它完全融化 现在已经转好了 完全融化了 然后再加入 碧麻籽油 跟葡萄籽油 最后再加入橄榄油 好了 油全部都称好了以后 现在就可以加入碱 这个碱液水加入以后 我们就可以搅拌 现在开始打造 因为这个肥皂是原色 所以就要把它打得稍微厚一点 打到那种薄的糊状 基本上这个肥皂就打好了 打造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不能打得太厚 也不能打得太薄 因为如果打得太厚的话 它入膜就比较麻烦 打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打完以后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入膜 我把它分了两个膜子来入膜 基本上我都算好了 差不多这两个膜子 就是这分量的灶液 鼻涕倒流到你的喉咙 我本来咽喉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小时候用的太多了嘛 唱歌 所以它特别容易敏感 特别容易受伤 鼻涕是酸性的嘛 它就很容易让我的咽喉发炎 所以为什么咳嗽就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呢 我不太注意吃的东西 看来中国人说要注意 有好多发的东西不能吃 还是有道理的 这几天已经好很多了 一个呢 海鲜的东西我几乎都不碰了 另外肥皂也做得很少 因为这个是有朋友 他要 所以呢 我就干净做一批 前面做的一批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我现在连精油都不敢闻 一闻马上就刺激 马上就咳嗽 所以还好我的肥皂 都不放这些香精的 现在基本上 已经把灶液全都倒到 倒到这个模子里了 记得每次 到灶液的时候 一定要多颠它一下 因为我这个 这个灶 下面是有花纹的 不想有空气在里面 多颠几下吧 它就 不会有这种小小的洞出来 好像灶液加多了 所以再拿掉一些 反正玩这个灶液 我也觉得 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 反正没有兴趣的事情 我是不干的 有兴趣的事情 让我妈说 就刀在你的脖子上 你也要干 我就属于这种性格 好了 现在弄完了以后 喷一些酒精 我先把筷子 拿一张筷子 把它 做圆圈 是为了把它拉平 这个后面 然后喷一些酒精 就完了 这是第二天 我现在要把这个肥皂脱模 脱模的时候呢 我就拿这个削皮的这个刀 先把边上多出来的一些 把它削掉 这个就是我做研磨灶 修边的时候 多下来这个肥皂 然后你跟灶液 一起打碎了 它就可以做研磨灶 这样的灶 其实出来的泡沫更好 我好多朋友都说 这个研磨灶 比一般的灶 泡沫更好 而且用得更长久 所以我会存一段时间 这个灶靴 然后把它做成研磨灶 我记得有一个做灶的人 是一个老外跟我说 他有一把灶啊 就第一次做的时候 把它切碎 又可以做花纹 然后那个灶的 那个泡沫又特别的好 他经常做这样的灶 他的灶也蛮有特色的 我也曾经这样 就是把做好的灶把它切碎 但是我觉得等于一块灶 你要打灶两次 做两次灶 还是很花功夫的 这样做一些碎的灶 来做研磨灶 还是比较方便的 研磨就把这些碎的旧灶 放到这个新的灶液里边 然后用机器打 就多打一会儿吧 就可以了 好了 我的灶全部都脱模了 最后这两个也是刚刚剁下来的一些灶液吧 我做的两个小蛋糕 还是蛮好玩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我在下面提出来 好 谢谢你的关注